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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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我是怎么知道这个方法的吗 说起来也是我们院一个段调 有一天我们的120接到一个出车消息 说是一个婴儿得了什么严重的病 然后呢 就过去了 那是什么病呀 就是刚出生没几个月的小宝宝 睡觉闹头 家长呢也没有亲眼跟疯了一样就打了120 这不是闹着玩吗 可不是嘛 然后呢120就要回去嘛 可孩子的母亲又不让了 说必须得去医院 让医生看看孩子到底是不是得了什么病 没有办法了 只好把他们拉回去 他说来也奇怪 这个宝宝呀 在我们去医院的路上 半个小时的路程中 马上就睡着了 不哭 不闹 特别快 我就觉得吧 肯定是这个车 开在路上会颠簸嘛 那人的身体也就跟着车一块颠簸 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偶尔会躲个腿 身心都会进入到一个特别放松的状态 这概念就跟婴儿在摇篮里边 会比较容易入睡是一样的 看来你是把我当孩子一样处理了 可惜我已经不是孩子了 你可以当个孩子 只要有人愿意把你当孩子 下次睡不着随时找我 谢谢 可这也不是个办法呀 这就是个办法 你看 差了两百公里 邮费也就一百多吧 这点成本 比起让你好好睡个觉来说 太值了 而且我这车 一直在市区里边开归宿 偶尔跑跑高速 就当是保养发动机了 总之你别跟我客气啊 不早了 回去吧 那你再睡会吧 那你可上去休息吧 我先走了 金斌 有一句话我想跟你说 说吧 我和周小山分手了 最近呢状态一直不是很好 谢谢你今晚愿意陪我 但是 我暂时还没有想要展开新的联系 老陈常谈啦 你也觉得我想要乘血而入 我真没有 你现在这种失恋的心情我能懂 我想要做的呢 也就是关心你 往你走出来 我跟你汇报一下我的境况吧 好 自从被你伤心了之后呢 我就瞄上了我们院里一个新来的 小故事 天漂亮 不比你差 我就想我不能 在你这一棵树上吊死了 是我最先追求的 追上了吗 几乎 但我觉得这样不太对 用一段新的恋情 来忘记之前的那段恋情 这个事情好像 没有我们说着这么靠谱 对我也是 对你来说也是 我可不希望 你因为被周小山抛弃了 就把我这个备胎给提上日程了 不会 你终于笑了 我瞎扯这么多 就为了拨你一笑 不过当然了 你要是 愿意考虑一下我这个备胎的话 我也是心甘情愿的 不管怎么样 谢谢你 姜妮 相信我 我不会成群儿子 我会等 我等到你完全忘记周小山了 我再来追求你 到时候 我还是有机会的对吧 又好吃了 今天早上怎么没见到佳妮过来吃饭 她说她今天一天都在医院和秦医生 那么开会 看看我都说吧 就趁佳妮是个高手 刚和周小山分手就找到夏家了 你说佳妮跟秦医生啊 不会吧 不知道的事就别瞎说 这不明摆着的吗 东方不亮西方亮 秦医生怎么说也是单身贵族 运气真好 主主主主 你瞧瞧你 人家就一起拍了会 你就脑补出十几天人去 现在想想啊 我终于知道她为什么谈恋爱不告诉我们了 没准她就是为了调我这秦医生 你快闭嘴吧 干嘛呀你 我们都哪儿闲聊八卦呢 你给我看什么脸色呀 你好意思说吗 你不就是喜欢人赵小山 赵小山不搭理 你在这吃不着葡萄 说葡萄酸吗 谁喜欢赵小山了 她处理长连还有什么呀 有空吗 找你聊聊 你叫我的车来干嘛呀 我已经和邱家宁分手了 你想说什么 这件事情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不要让我再听到任何关于邱家宁的是非 你什么意思呀 我的意思很明确 我讨厌无是生非的女人 你得了吧 赵小山 你别以为我不让你那些破事 你知道什么呀 雨晨然和张雨来实验室这么多年了 现在还是个资深医院 你刚来不到半年就和他们一样了 要是没有邱家宁的原因 你能生得这么快吗 我真有眼力见啊 一来就把保牙邱家宁审上了 你的意思是 我和邱家宁在一起是为了上位 难道不是吗 赵小山 现在邱家宁没有利用价值了 你就一脚把她给揣了 不过你没有想到吧 邱家宁连空窗漆都没有 就跟那个秦医生好上了 继续说 这个实验室能说简单也简单 说不简单也不简单 那要看你怎么做人了 如果我不会做人呢 天后项目就要去A城了 谁去谁不去很有讲究 这个项目有多重磅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去了之后就能结识到更多的远 mall 好处不用我多说了吧 所以你的意思是 让我对你客气点 你就有办法让我去 那当然 很可惜 朱祝 如果我不知道你那些 见不到人的事情 或许我会对你客气点 可惜现在我知道了 你什么意思呀 我呢 可以管住我自己的嘴巴 你也一定可以 所以 不要让我再听到 任何邱嘉宁的闲言随语 明白了吗 简要介绍了端粒和端粒梅 借导细胞凋亡和有生化的过程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找来看一看 好 谢谢邱嘉宁的讲解 那今天就散会吧 谢谢大家 谢谢 来 给我吧 来 给我吧 嘉宁 一块吃个晚饭吧 好啊 正好关于实验对象的事情 有些事请我问你 走吧 这两天睡眠怎么样好一点吗 不错 怎么样 是不是我的方法很有效 要不要我再带你出去逛一逛 不用了 秦医生 你请我吃饭 挺有成一道 我也有点不好意思 但这已经是我能弄到的 最好的工作菜了 就光这俩菜还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呢 我们平时和饭总这样的 再吃饭 小哥 我们这儿来 这个糖醋排骨是我们院的招牌 给你跳块好点的 你尝尝啊 来 给你放饭吃 好 谢谢 尝尝怎么样 如果喜欢一个人 就会过度关注和他在一起的异性 吴嘉欣 你完了 你怎么回事啊 之前艾磋和师傅和旧嘉宁在一块 怎么现在看见他俩在一起 还难受起来了 干什么呢 大众不吃饭 在这儿嘀咕什么呢 我烦着呢 你别打理我 燕哥 你有没有喜欢的人呀 你不会是这样给我表白吧 你脑子想的也太多了吧 走 上班去了 那我就放心了 其实我真不错了 真的 就刚刚那个护士你没看见 你还追了我两个多都没听过 财欣 你姐在里边呢 完了 邱嘉欣 你现在面对他居然会尴尬 怎么了呀 脸色不太好啊 他刚才说他病了 你才病了呢 没犯 你别碰我 干嘛呀你 我没事 就是心慌 今天天气不太好 气压低 我缺氧了 我去找陈姐吸个氧去 别别别 你心脏不舒服 你气什么眼 我带你检查一下 你别碰我 我自己能走 你你去陪我姐吧 干嘛呀 那么奇怪呢 怎么 你洗碗去啊 帮我爷洗一下吧 我看个热闹 怎么还懒上活了呢 你洗碗 找我有事 张叔为你任务进行得怎么样 等 这里已经进行一个多月了 再不动手 万一力交成功怎么办 前几天实验室来了批访客 我利用这个机会 伪装成外来IP 尝试潜入服务器 但是失败了 虽然现在实验室 还没有怀疑到我头上 但是他们已经意识到 被人盯上 如果这个时候 我才贸然出手 很可能会前功尽弃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本来可以从 邱佳宁身上入手 但拜你和扎叔所赐 我们现在已经分手了 是 你能不能别这么对我说话 那也要看你做了什么 你还恨我 好 自己看吧 你跟踪他 扎叔的意思 我都已经跟他分手了 你们还想怎么样 你还在我的 莫莉 你们已经控制了我的人 还想控制我的心吗 哥 你分手的这段时间 我看着你痛苦 说实话我 后悔过 自责过 但你看看他 刚跟你分开 就跟秦斌出创入队的 你清醒一点吧 他根本就不喜欢你 你闭嘴 你不想听我也要说 你跟他根本就不是 一个世界的人 他跟秦斌才是 你看看你们俩 怎么可能有未来 闭嘴 哥 你干吗去 谁啊 谁啊 我回去想一想 然后再答复你 嗯 儿童的新陈代谢 比成年人本来就要快很多 所以我希望 在病理跟独立方面 可以单独地 再为他们调整一下 好 嗯 我接个电话 喂 我是他领导 什么 好 我马上过去 具体的情况就是这样 但是据我们了解 当时人的亲属都在国外 所以我们只能联系 你当委的领导了 明白 周晓山是我们公司 非常优秀的员工 所以希望可以 对他从轻处理 这件事情呢 其实就是 你你之间的纠纷 他要是能态度好一点 好好地跟人家沟通 人家也不至于报警 明白 那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 你作为他的领导 要好好地劝劝他 不要再加剧矛盾了 要搞好你你之间的关系嘛 嗯 对 依我看啊 其实对方也是想稀释宁人 提出这样一个要求呢 其实是给他一个台阶下 但是他的态度啊 很强硬 明白了 那我 回去好好劝劝他 让他给邻居道歉 嗯 那这样 我现在带你们去见一下当事人 嗯 好 夏宁 等一下 好 赵山 我们聊聊 好 赵山 你怎么回事啊 之前我当着你的面追求佳宁的时候 你不挺神的住气 你听听这么小点事 你情绪反而失控了 干吗呀 秦斌 你别得了便宜还卖管 好好对他 这句话应该我对你说才对 你折腾够了吗 你之前那些破事我什么都不管 现在我能看得出来 你心里还有佳宁 你不想跟他分手 对不对 你以为现成的便宜我不爱钱吗 我试过了 你在他怎么说 请别 你别等我了 蒋妮 是不是不管我再怎么努力 你都不会让我看到希望的 作为一个女人 活得这么清醒 很难得到幸福的 我倒是觉得 活得糊涂 倒不如活得清醒一些 我很清楚地知道 我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 工作是这样 感情 都是这样 那周小山 他就是你要的 可他主动放弃了你 人 做的有一些选择 其实 注定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 可能 从我爱上他的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已经做好了 有可能被爱情伤害的准备了吧 他不爱我 做不在他 如果你选择跟佳宁分开 是因为过去的事大可不必 是 佳宁他比你想象中的要坚强得多 他可以跟你面对一切 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你真跟他在一起了 这跟你没有什么关系 莫连 走 找谁 你做事情之前 能不能先想一下后果 就算你个人无所谓 你现在身负重任 也希望你可以想一下我们大家 如果你出了事情的话 会影响整个项目的 下次不会了 你不要想和你一样 你不用堵了 不怕我 你不想要怎么做 我就想想要你一干 你不要只想要你一干 就想到了那个跟我长得很像的人而已 我不傻 工厂的培训已经接近尾声了 我估计再有个一两个次 工人们就可以达到我们的要求 邱老师 车已经准备好了 好 我知道了 佳宁姐 你其实我一个人去去就可以了 你不放心我吗 不是不放心 是我本来和厂长却有事情要聊 你是不是不想一个人待在这儿 跟着老蝉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这是不是说什么呢 走了 你怎么咳嗽一上午呢 是不是不舒服呀 我看 你头好烫啊 没事 不是 你好像发烧了 真的发烧了 好热啊 你别去了 你在这儿坐着 我带 找个人带你去医院 快点 来 你先坐这儿休息一下 我 我看看谁有空带你去医院 坐好了 别动 等着我啊 你们现在谁有空啊 怎么了 你不是要陪佳宁去考察工厂吗 他发烧了 我怕又是肺炎 你们谁有空陪他去趟医院吧 要不我 要不是我忙着写报告 我就陪他去了 赵老山 你陪佳宁去一趟医院 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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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小莎 就算我现在不是你女朋友了 大家好歹也是同事的 有什么不方便的 就是啊 而且你看看我们 太忙了 对啊 你忙吗 我们要不忙我们就陪你去了 你把这个计料 封印十分分给他咱们 好啊 佳宁姐 你做给这需求是吗 怎么出来了 就是啊 行 喝点水消息一下就好了 那哪行啊 谁啊你啊 走了 我带你去医院 师傅 麻烦你把车窗要上去 好嘞 下次出院门记得多穿一点 天气已经变凉了 嗯 送我个宿舍吧 还是得去医院 在哪儿 二十六号 你去看看吧 我还有事啊 先走吧 好嘞 怎么好嘞就病了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车身告诉我的 他人呢 走了 他送你来的吗 感觉他还是挺在意你的吧 你是未避的吧 好嘞 好嘞 喂 我马上回去 干吗呀 你帮我摘一下 把手放下 把叶梳完再走 实验室出事了 我马上回去 你病着呢 医生看过了 说我没事 吃药就好了 我也是医生 我说不行 秦斌 我真的很着急 喂 我干嘛呀 我跑不就换你 你药都没开了吧 喂 我还没给你开药呢 你还没大了 啊 原来你啊 你怎么出来了 你不是刚打上针吗 原计划的专利申请被勾回了 为什么 专利重复 先走吧 这儿呢 干吗呢 我出来透透气 透透老爸 才没有 你姐又病了 刚才还在我们这儿输液呢 怎么又病了 我去看看 不不不 她已经走了 自己把针拔了就走了 说实验室有事 药都不拿 你帮我把这药给她 带回去 让她按时吃 你说她 刚回国半年 发两次烧 身体速度太长 知道了 你呢 怎么样了 你不是心慌透不过气吗 我好了 我没事 没事 你还是去检查一下吧 年纪轻轻的就心脏不舒服 到时候架都架不出去 我喜欢单身 你管得着吗 自由自在也挺好的 好吧 其实我觉得你挺配合做老婆的 真的 真的呀 你 你怎么知道 你看你把我伺候得多好呀 好 开玩笑 好 开玩笑 自己的身体 非多注意啊 师傅 你关心我 师傅为了讨好我姐啊 怎么说话呢 我关心你当然是因为 你是我徒弟喽 这样 还有一个理由 就是万一 如果你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 那我不就少了一个 供我使唤的丫头吗 你 好了 不开你玩笑 那你跟我姐到底要怎么办呀 什么怎么办呀 梁伴伟 她对我用于感觉我认了 可你很喜欢她呀 我还喜欢你可记得慢的 我怎么样了吗 那不一样 我还喜欢金丞武啊 反正 死皮带脸的 追我也追过了 就是没有用 还是别太过分了 省得她烦我 可是喜欢一个人 不就要坚持到底吗 为了她上刀山 下火海 这才是喜欢呀 那是你还太年轻了 感情的事吧 还得看缘分 不能强求的 有时候是你的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就终究不是你的 这就是命 情况怎么样了 我们刚刚得到消息 我们申请实验的项目 有一项重复了 是我的问题 因为时间仓促 我就没来得及了解 业内合成工艺有哪些被专业保护了 也没有寻求专业的查新机构的帮助 是我不会引进的 不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据我了解 我们重复的理想专利 注册人竟然是哈利 对 因为哈利的研究方向跟原计划相似 所以在你辞职之后 他把所有正在实验阶段的成果 全都进行了专利申请 那就是冲着我来的了 根据他的一贯手法 我想他这么做 应该是在拖延时间 王老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设计新的合成工艺 理论上是可以的 但是我们没有时间了 我知道 但是这件事情因我而起 我必须承担责任 您放心 我保证一定在最短的时间内 研发出来 你要吃了吗 没吃 没吃 邱家里 你不要命了 这今天第几杯咖啡了 不记得 拿给我 你等着 不用了 我吃了 你们看 我看来 我喝了 你喝了 什么 那都不知道 那都不知道 我吃了 我吃了 你吃了 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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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了 你吃了 你是 self-corpo 你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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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了 好 谢谢 我吃过了 吃过了 你怎么吃的 你干咽的 不是 邱佳宁 吃药要用温水 你有没有点生活常识啊 知道了 知道了 你还不回去休息 我们探完这资料就走 邱佳宁 你生病了 你现在需要回去洗 对不起 去吧 女 我知道你压力大 要把所有责任 都往自己身上来 但是就算 就算你这样为难自己 你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啊 你说什么 专利申请失败 我知道你很难受 压力大 但是 你也不用这样为难自己啊 你这样一本正经的说话 挺好笑的吧 什么 的确 今天刚听到说 申请专利失败 是挺失望的 但是 我看了一下我的资料 反而有点兴奋 为什么 哈利为我堵上了一条路 去开辟了我另外一个思路 之前为了赶时间 所以我忽略了很多 在实验中可能延伸的路径 今天静下来一想 我发现了很多可能性 主教您 你真是 怎么 了不起啊 真是让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其实 我倒应该感谢一下哈利 是他 让我又找到了那种 久违的兴奋感 压迫 挑战 刺激 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吗 我做科研这份工作 不是为了证明什么 也不是为了报复谁 只是为了享受 所以你别再把我想象成那种 失恋 然后又遭遇工作打击的那种人了 因为困难 只会成为我的动力 你俩快点啊 车 车 快点啊 车 快点啊 车 车 快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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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发 对不起 孙老师 是有皮筋借我一根 我这么短 头发哪有啊 握握 你进去了啊 没有 我只有一根 小小姐 你的头发怎么了 刚才还在呢 跟我办不吃 又减肥了 怎么着 秀秀姐 你的头发怎么了 谢谢呢 你这抽什么疯啊 头发呢 你把头发剪了 我要看吗 多少有点 你怎么说话呢 宋老师 别理这种没有审美的知难 不是 不是 怎么了 我刚刚不是那意思啊 什么 头发 没事 你别有兴趣啊 所以我短头发 确实没有长头发好看是吗 笑笑 我实话告诉你 笑笑 喂 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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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长发比他短发好看啊 对啊 你不觉得吗 我总不能骗他吧 那如果人家就想让你骗他呢 怎么会有人喜欢被骗呢 如此不可教议 保重 好 妈 你要骗我干嘛 又不然好吃吗 谁骗你了 吃你的呗 你都是傻啊 你什么话直说 妈妈可就说了啊 你现在 到底有没有男朋友 干嘛 有还是没有 妈 人家还小着呢 你都说有人害羞啊 现在谁有没有男朋友 常恋爱属于早恋呢 你看你那德性 到二十三了还小啊 我告诉你 再过几年 你都达到了国家晚婚晚夜的标准了 知道吗 你还记得那个程阿姨吗 就你们那个老年星期盘那个 面帐的那个程阿姨啊 对对对 程阿姨啊有一个儿子 嗯 年纪呢跟你差不多 也是因为工作太忙了 所以没时间谈恋爱 要不 你挑个时间见见 妈 你要是想跟我张罗相亲 你就大大方方说呗 我这不也是怕你反感嘛 我跟你说啊 那个程阿姨的儿子啊 绝对的优秀 你呢跟他见一面 要是合适那皆大欢喜 要是不合适 那就当个朋友处呗 也没什么坏处对吧 他帅不帅啊 绝对是帅 我跟你说啊 他可不比你爸当年差 这能跟我爸比吗 能比我爸差能有几个啊 去 有你这样说自己的爸爸了吧 他干什么工作啊 他那个工作好像听程阿姨说 什么本职工作是什么 打游戏的 我一开始我也有点不乐意 可后来那个程阿姨解释说 他是打什么专业比赛的 搞电子经纪了呀 嗯 这么洋气啊 妈 你那圈儿居然有这么续毛的人 怎么样怎么样 进去 再说了 到点啊 我该上班了 那 那妈妈跟程阿姨了啊 开什么玩笑 我这种妙人少女 怎么会隆落到相亲的地步呢 你奸 essentials 他走' 一个机会 怎么说 最近实验室正在研制 新的合成对方 如果他们研制成功 他们会重新 递交一次专利申请 到那个时候 我就可以下手了 很好 小山啊 我希望到时候 你不要再犯 上一次的错误 聪明不是不犯错误 而是同样的错误 不会犯两次 我出职业的技术了吗 我下午再去实验室 尝试一遍 晓晓 你跟纯让一组 到时候你负责 培训工人工艺 好 没问题 邱老师 明天你生日 按照规定 员工生日 大家可以一起继续餐 真的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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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了 不用了 最近大家都在加班 改进工艺呢 就不用占用大家时间了 别别 佳妮 你可别算了 李博是等你这顿呢 我是那么不识大体的人吗 这样吧 等忙完了这一阵子 我请大家吃大餐 好吗 好 好 好 不行 不想 那生日可以不过 但生日礼物不得要吧 咱们动头给家里买生日礼物 一起送给它怎么样 对呀 好 你说 想要什么 礼物啊 我现在最想要新工艺赶快出来 你要说这个可就没意思了 我什么都不需要 不需要了 这样送我还 这样吧 你们婚礼的时候 红包就给我免了 也可以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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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你好 又要和佳妮姐啊 找你 开玩笑 找王老 登记一下吧 行医生 明天可是佳妮姐的生日了 你确定吗 真的吗 当然了 我们公司公告群里发的 我们每个人过生日 公司大群里都会发布祝福的 谢了 我去 佳心啊 怎么样 小野到了没 没到呢 真的是 不知道你找了什么人 第一次约会就迟到 这么不靠谱 你别瞎说 不是你到早了 记住啊 街头暗号是全冰美食不加奶 妈妈 你还真的是跟随潮流啊 行行行 我知道了 记住啊 一定要舒适一点 别叨叨啦 行行行 我喜欢她 来 抱抱我 你感觉一下我是不是在发短 我爱什么 来 你再看看我的脸色 是不是特别白 这个就是玩过山车的感觉 等我们长大了以后再玩好吗 我不喜欢她 我喜欢她 其实我觉得 你最后做老婆的 你 你怎么知道 你看你把我伺候得多好呀 好 开玩笑 自己的身体 可以多注意啊 我喜欢她 我喜欢她 看到 你同样真实的吗 救死无伤 师傅 你太厉害了 你简直人帅心善 我说你每个月 得给自己留点生活费啊 不能老这样 不用 爱情的 我养你啊 我不喜欢她 我喜欢她 我不喜欢她 我喜欢她 不喜欢你 我第一次见到有人 把自己的爱情交给菊花来决定 你是 全命美食不加奶 你说这朵花最后要是告诉你 你不喜欢她 你要怎么办 认命吗 所以啊 要是自己不去争取 你都不知道自己错过什么 说得对 你好 我是江小野 数字见面 请 你能把阿滴姐吗 谢谢你啊 那个咖啡我请了啊 谢谢 拜拜 作词 白杜ric 作曲 白杜古 作曲 白杜魯 作曲 白杜魯 编写 欣赛 写 Please Program Me 佳阜 写君 煎切心事痛 少了你的消息 习惯养成了悠改 城市痕迹 划过了花旗 换了盛夏凋零 也曾残弱星辰 遗憾而易 你擦肩而过 你等了几句日 真心的枷锁 人泪远起 岁月过尽孤星辟 我却不能抹去 你留下的美名 你呼啸而过 少不了几段忘影 在人群中穿梭 无缘无尽 我太忠惊 都如此温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